救命啊 吉林岩吉下暴雨 不到两个小时 马路水淹成河 汽车都快灭顶了 但在一片水深急腰的汪洋当中 竟然有一名外卖员 依然试图推车前进 网友称他是最近业外卖哥 狂风暴雨 马路上仍然有车辆破浪前行 公车也照常行驶 大水漫进公车里 引起乘客惊呼 地下商场也漏水 但就是有人苦中作乐 在路边游起涌 而辽宁大连也下起暴雨 黑龙江虽化也遭到暴雨侵袭 失去淹水造成多辆车抛锚 大陆东北的气候不稳定 而在湖北宜昌 则是刮起八级阵风下大雨 一棵街头露树当场被狂风连根拔起 网友感叹太凶残 还有民众发现一楼的草被吹上了12楼的窗台 可见这风的威力有多大 宜昌发布雷电和暴雨预警 一栋高楼的外墙瓷砖被吹落 砸中一辆行驶中的轿车 驾驶当场受伤倒地 紧急送医 记者戴律综合报道